不管学哪个法门 哪个宗派 这个清净心 平等心 是大乘佛法的基础 一定要修啊 修清净没有任务啊 一品自卑 修平等呢 没有高下了 一切都能够渊柔 都能够包容 可以帮助我回到真心 为什么 真心是心包太虚 两周杀戒 那是我们的真心 我们现在的心很小 两个人都不能包容 那夫妻两个结婚了 没几天他闹离婚了 那什么原因 那不能包容啊 那新娘太小啊 在现前这个社会 太多太多了 现在大家把结婚 也不当一回事 随随便便 为什么呢 可以上午结婚 下午就可以离婚 简直叫儿戏 那么社会动乱呢 这是根本的原因 中国古代对这个婚姻之礼 非常繁琐 为什么要搞这么麻烦 没有别的 就是叫这两个人 以后无论遭遇到什么 都不能够离婚 所以礼截之隆重啊 在无中离啊 在其他四中之上啊 婚礼是最冷重的 最繁琐的 就是要认真 不可以当作儿戏 一定要负起责任起来 婚 最大的一桩事情 就是要培养下一代 把下一代培养成圣人 成仙人 这是结婚 唯一的使命啊 祖宗对你是这个期望啊 父母对你也是这个期望啊 社会大众以佛如实啊 这不是儿戏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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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